好 欢迎各位听众 今天928周三回到国际大棋局的第一节 今天有我们的老师阿童锦祥先生在 当然他今天回归回来了 昨天因为他做事做得很晚 所以昨天就缺少了台长 但是不要紧 我们昨天就聘了一位好朋友 中山兄 平时他是晚上和我们做直播节目的 昨天他特意过来帮忙客串一下 说一下他对一个叫做香港的股市 和一些企业的形象化工程崩溃的一些事 这一节其实有很多听众都很欣赏 甚至乎都说 搞错你收获这么厉害的主持人不拿出来 我也是和台长夹好了 试试将一些我们晚间做直播 一些很受欢迎的主持 试试不同时段 试试和台长讲讲其他节目都可以的 因为我们的台的主持 我希望做到什么的主持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到 哪怕那个是明星级的主持 那个是一个叫做新手的主持 以至可能是第二个性别的 可能拍不同年纪的女生 或者我的女主持拍男生 都是要什么都可以发挥一下的 最希望做到这件事了 所以今天开始 我也会邀请不同的主持 有时过来学学 今天中山卿都会在 当然我也很期待中山卿和台长会不会有新火花 因为两位一个老师一个兄弟 都是一个我认为在我身边来计算是很有实力的人 好了 进入节目之前 恳请各位听众 按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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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或者课金支持 那我们今天呢 因为我们做了公投 就给了一些资深会员 那我们今天试一试 按这个题目 来斩开一节节 就不要说呢 两节版本一齐有时太长了 可能没那么方便他们听着来工作 所以今天试一试一个新制度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 台长 昨天辛苦你了 今天可以坐定定做节目了 好 多谢中山卿 多谢你和我们一起做这个节目 大家有什么在节目上面加入呢 观众一定要留意一下 好了今天呢 其实这个话题相当之多的 但是第一件事呢 我们就想呢 比较轻松一点点 轻松一点点呢 其实都有这个政治的意味在这里 那为什么呢 其一呢 这个金马掌呢 就快是举行 之前呢我们其实也提过的了 就是香港呢 有某些电影的组织呢 就说不要参与这个金马掌 但是那时候我已经提了一件事 那别人提名你 你别提名我啊 我不管的 不要搞我啊 你害我啊 都不会的嘛 那一看一看今次那个 就是提名名单呢 说香港演员很厉害啊 王秋生 张继聪 林家栋 国族金马影帝 那呢就啊 秋生啊 那一路都知道了 大家知道他好戏啦 差不多他就是 就是 时不时都有一些劲的 就是 就是 可以拿奖的 那今次这个就没看的 就是百日青春啊 那就是他和一个的 南亚裔的小演员呢 齐合作 那小演员都有提名的 那另外呢 就这个 林家栋当然了 志祺 那志祺其实在之前 都拿过一些奖的了 那应该我会讲一点 就是志祺这部电影 就是为什么可以得到 就是这么多的影评人的推荐 但是呢 我自己就 对这部电影就一般 不过我要讲讲 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呢 就是有一些的影评 我觉得他很突出 那张继聪那里呢 就是凭这个窄露微层 又是角逐这个金牙刑帝啦 那又是 就是张继聪又 就是我想又是一个 新的 就是 就是 突出的演员 那其他还有很多的 那余香盈 就是这个袁老山卡啦 最佳雷佩国 那些 那些 就是我们一直 那么多年 就是几十年都有看的 张艾嘉 又再次入围 那这个问题呢 就很有趣的了 那这次有哪些提名 那接着我不去啊 你不要搞我 那我们真的想看一下 那这样的问题嘛 那但是呢 就是为什么会 就是我们第一次就要讲这件事 因为 这一届呢 有澳门的电影 入围啊 那这件事本身呢 就很值得 听见了 但是呢 就是去讲讲 因为澳门电影呢 老实说我真的 不是太熟悉 那但是澳门 出身的 就是香港电影人呢 就是香港 就是 做得很有成就呢 那不少啊 但是起碼我记得 金葛亮 是澳门人 他和何口華 其实应该和同学 同校同学 同校同学 都是粤话的 但是呢 还没讲这个金马掌之前呢 有一件事呢 也都要在这里呢 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就是呢 那我们都知道了 那中国电影 就是 其实这个市场很大啦 那如果你说去到这些很厉害的 那些其实照计 就是香港人应该懂的嘛 那但是很不幸地呢 就是香港人始终对那个 就是中国电影呢 有一些格格 可能口味上呢 都不知道 除非那个演员本身呢 就是他作出来香港 拍香港的电影 否则呢 就 很多时候在大陆狂收的电影呢 在香港都是 就是比较惨淡 当然 就是譬如常津湖那些就不会啦 战狼那些 这些guarantee一定要进去看的嘛 那但是今天呢 第一个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有一部电影叫做《忍入陈烟》 就是 现在上海新闻的了 就是讲中国大陆的农民呢 就是在西北的农民呢 那种艰难的犬境 那部电影也是小成本的 香港也都有人看过的 原本这部电影呢 在七月那时候呢 在软线和这个网络上映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之多人看 可能这个是涉及现在 就是那些人的心态 因为那个 疫情期间呢 就是大家不能够再止醉金迷了 都还有很多很多难题 生活上 那可能这部电影呢 虽然是讲西北的农民 那但是可能在城市里面呢 都引起很多共鸣 那那个票房呢 去到整整整的亿的了 破了整整亿了 那破了整整亿不是叫很多 那你现在动设都不知道 什麽 那什麽 那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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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話題是比較現實的 就不是那些什麼戰狼啊 國教片那類的東西 所以它破憶的時候 就引起了一定的空洞 但是為什麼今天會拿起這個話題呢 就因為突然間這個電影 爆紅下架 認了這套戲的名字 引入陳煙那套戲 真是引入了陳煙 那這個情況就變了 連這個現在外國的新聞都報導了 所以說為什麼我們講這個中國電影呢 就是電影在中國裡面呢 是一個政治呢 不是純電影呢 不是藝術呢 那這裡看到了就是 它都不是講到什麼政見問題 講一些大陸人民的處境艱難而已嘛 那就被人引入陳煙了 所以引入陳煙 至於金馬章就更大件事了 因為幾年前就有一位的得獎者 在那裡就發表了一些言論 觸動到一些某些人的神經 變成了就是人家都沒有叫你說不准去參加 那你自己個個就自我閹割 是不是 自我閹割 但是現在就不是了 黃秋生 張契聰 林家棟 那這一下就真是難搞啊 秋生哥就台灣和香港兩邊走的 我想他都不介意的了 就算他都回到香港也不太介意 他也對這次的提名就表示說 就是問我敢上 我真的不敢上 哈哈哈哈 秋生哥真是 但是呢 如果真的給到他 我覺得秋生真的會拿的 只是林家棟 這一下我就想想 因為他都有很多合法片的 這一下 我不是說他真的做的 而是說 他後面都有很多資金都是要合法的嘛 那這一下如果他去了拿獎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張繼聰 我覺得他沒有什麼的 就是他這些都是 完全跟政治無關的啦 就是 就算是 拿獎也沒問題的 但是我們這一節呢 也要講一個問題就是呢 澳門啊 竟然有這個電影 入選了金額獎 那這個也要交給司徒文再講講了 是 這樣呢 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始終有點左燃的網絡 那就遲了一秒啦 我抱歉啦 好了 那就講了 就是這個金馬獎 澳門呢 那就有一個電影 獲得了三個提名 那就講了 就是這個 海歐內過的房間 那分別呢 獲得了 最佳音效啊 跟著另外 最佳導演 和這個最佳攝影 最佳新進導演 最佳新進導演 是啊 那就這三個的提名呢 那很重要啊 因為金馬獎 就是作為一個電影界的一個指標來的 那澳門真的很難得啦 可以入圍啦 那當中呢 那位導演呢 其實第二次入圍的了 那個 因為講的呢 他一六年時候呢 拍過一套片呢 也都是呢 入圍呢 去競逐這個金馬獎最佳的劇情片 那另外那兩位呢 我相信都是第一次啦 那其實呢 澳門啊 做這個電影工作呢 一直呢 都很有難度的 那所以這次呢 絕對是令人振奮 那可惜 就是因為金馬獎呢 就是在台灣地區的關係 那就是看到了 很多澳門的主流傳媒啦 那其實都是不報這個消息的 甚至乎呢 就是好像完全沒有人問津了 那但是 坦白說 作為一個我們網上平台 那我們都是支持本土文化的 無論你香港 還是澳門呢 本土相關好消息呢 我們都是覺得 是要跟大家去提出啦 那我們也有些朋友啊 例如我們其中一位 近中客席兼職 做主持的一位啊 我們的朋友啦 那他也都是在自己的Facebook 是去講了 啊 為什麼 就是澳門啊 主流傳媒 或者香港的 完全不報 當看不到呢 那就是很可惜啦 作為這個澳門人 那但是無論如何 那就很替這三位開心啊 台長和鍾山慶 你們有什麼看法呢 那這樣的 我先講了啦 那現在澳門那裡呢 我覺得最奇怪的一件事呢 就是一件光榮的事啦 那 喂 照計 起碼 提一提啊 大佬 你現在幹什麼 抵制他啊 那就是說 澳門不用搞電影的啦 是不是 那現在 喂 這個 一直在講澳門要多元化的嘛 你不可以 只是搞這個什麼 博彩業的嘛 或者這個旅遊業的嘛 你要搞其他周邊的東西的嘛 喂 而且你搞得好的 你好像 喂 其他地方那樣 你用什麼在澳門搞過什麼環球影城 這個片廠 或者什麼主題公園 很多這些竅嘛 喂 你現在自斷後路 就是有 其實有商機給你 你自己就不去搞 是吧 還有一件事 文進要補充一下的 如果譬如說他在澳門那裡要搞一些活動 請一些外國的電影公司來 譬如取景也好 怎樣也好 其實澳門人 澳門的企業 或者政府歡迎不歡迎的呢 還是還是覺得好像 我都不想你來的呢 那可以跟台長分享一件往事啦 話說很年輕的 史奧文進呢 當時就在澳門其中一個博企的工作 當時是澳門這個賭牌開放初期的 那個時期 說著有套大電影 就是這個《Batman 蝙蝠俠》 他拍了第一部曲 即是羅蘭 即是這位導演 羅蘭導演的一套 第一部曲《Batman Begin 》 就是在說這個《蝙蝠俠》開戰時刻 那時候就已經我們 因為我同時都是做這個傳媒 就是報紙報章 我知道他們是要準備拍第二集的 第二集就是 去到現在 那一套我最喜歡的《蝙蝠俠》的電影 就是希夫列達做那一套 小丑那一套 就是在說這個黑夜之神 《The Dark Night》 你講漏了一個人 是 陳冠希 哦 這個是的 他也是一個重要的演員 所以他的身影也是有出現 去接食星機 請上帝進去他們的大廈那裡聊天 那場戲很重要的 你幹嘛漏掉他 那就是 政治審查 因為那時候 剛巧就是那個時代 就是剛才台長說的 陳冠希出現那個艷召門的事件 所以就是因為所謂的形象問題 所以就不准落他命 剪掉他的頭 就是那個時期 那個時期 電影還沒爆之前 其實他們已經有意向說出來 就是他們會在香港取景的 那當時呢 那我就跟老闆說了這個消息 然後老闆就說 你找其他大哥聊 就是其他的高層 那在開會 就是老闆和其他高層的時候 那我說了什麼 然後我說厲害的 那當然就是開會那個態度 比較差一點 那第一就笑我 就說蝙蝠俠 跟那些鹹冷超人有什麼分別 小朋友 我們這裏 是一個五星級的景點 是一個很高尚的地方 怎麼會被兽犯這些東西 抓進來拍攝 另外呢 最致命的就是 即是說編合拍衰 沒錯 是的 然後另外呢 第二 最致命的就是 老闆跟我說 他說 那你收回多少錢 你打算收回多少錢 我說 我說其實呢 如果這些國際級荷里活的電影 他去哪裏取景那個地方 不止不收他的錢 我當時提出了 例如譬如《魔界》 那時候紐西蘭去拍攝 政府是怎樣贊助 然後另外 譬如說八視 他如果是贊助一些大的作品 他會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老闆就問我 就沒有錢收了 我說是呀 因為如果他肯來的話 真的已經不得了了 我說這件事不關 不關我們那個物業的事 而是說整個澳門的事 我可以嘗試去串 因為我認識他們那邊電影公司的人 那接著呢 開會呢 是一面倒反對的 因為他說有沒有搞錯呀 拍些什麼小孩子的東西 然後又來到又不收錢 可能還要給酒店給房 給他們工作人員 傻的 那 所以呢 我想說 澳門拍電影呢 其中一個問題呢 就是這樣 就是我沒計政府那筆 我沒計政府那筆 我只是計私人的態度 啊 鍾山興你聽完 你有什麼看法 其實我覺得 就是澳門的官員 其實這次呢 就是你看到那個電影那樣東西 其實一個很好的 就是叫做一個很好的 給他們的感覺就是 你真是有新興產業 你澳門不是沒有人才的 問題是就是你們夠不夠膽去做一些新的嘗試 而問題就是就是 是不是一牽涉一些敏感的地方 或者政治你就完全不理不做呢 就是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好過你去搞那些什麼 圓以咒啊 就是很不踏實那些 就是你事實上 你做了成績出來的那些產業 你又不去關注 但是呢 你那些完全虛無飄渺啊 或者你有排都追不到那些 圓以咒的那些什麼行業 你就想著去參與 就是其實澳門是時候 那些官員是要反省一下 就是究竟你還有些什麼 新興產業在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是可以做得到的 其實這件事很重要的 好的 這些典型那些官僚主義的問題 這些就是搞過那些什麼 紙噴回收廠都搞了一坨糞 這樣 不是 我不是說創了一坨糞 是那個什麼 這些這樣的 就是什麼續租的問題都搞了一坨糞 這樣 就是這些我想 中山輕人比較寬厚一點 我覺得這幫官都是什麼來的 就是吃失去買的 幸好我不是在香港 我不是在澳門 你們兩個不要說 你留給我講 台長啊 這件事呢 其實跟我之前分享過一件事 可以有串連的 你記不記得澳門有三個小朋友 那他們參加這個什麼呢 國際紙飛機大賽 訂一架飛機出去 逗你接一架飛機 是接到一個流線型 有力學 接著飛得遠 還有它有不同指標 澳門有三個小朋友很厲害 他們一路撒撒進去拿冠軍 接著他拿冠軍的時候頒獎 原來是沒有遇過澳門這個地方的 結果到最後 接著他們代表澳門出賽 是沒有任何的區域 所有東西 是給了出來 他們唯一證明自己是澳門人 只有他張澳門身份證 去到最後 那天要去 你得獎 你去澳門這個地方 是拿著香港的區域 說香港旁邊的澳門 這件事其實很令人痛心 你在澳門當然有些人 文化也出來講過 為什麼 你對一些國際 就算是攝子飛機 都是國際賽事 三個小朋友去到這麼遠的地方 拿了冠軍 為什麼政府無論是政府還是電視台 都不聞不聞 甚至他們去到頒獎現場 連自己的區域都沒有呢 這件事很可惜很遠 我們也有的 我們也有同樣的 譬如那時候 這個亨章集拿人權獎 港台不要 不要給我 搞到那個得獎 我不知道他自己有心理有沒有去拿 但是那個獎人 是頒給港台 那時候製作這個亨章集的 那這些不需要說的了 文化還有一件事 我們要尊重澳門的電影 就是那個製作人 你要講到現在提名 那個電影的名字出來先 好 那這樣就是這個電影 那這個是海歐來過的房間 那三位提名的就是這個 包括導演 孔慶輝導演 然後還有劉志強音校師 還有蘇偉健攝影師 那就是這三位的年輕的電影工作者 就是獲得現在的提名的 那當然真是很值得開心 就是我覺得這些是我們澳門的驕傲 澳門人的光明 澳門人的光明 是啊 好像台長提到 其實澳門有很多好演員的 就是出了去的 出了名也有很多 例如最熟的了 大家看到《槍王》 看到很多一套香港電影 通常是做阿sir的 很帥的那個《方忠信》 是吧 然後另外 譬如有一個打鼓很厲害的 那在講的 《公石良》 是的 《下串》很多電影《公石良》 其實澳門是出過很多的 例如最簡單 我很喜歡的 比如Solar 這個拍檔 這對拍檔 還有一個人 我小時候已經聽過唱歌 當他站在一些地方 做一些所謂社區表演 沒有收入的 站在一個地方烏里馬叉 他完全是沒有更新的攝影師 或者是助手 他自己拿東西來 站在那裡唱 但是他由始終 十幾歲到現在 都這麼喜歡音樂 一位很有素質的歌唱家 小肥 我真的看著他 看著他 沒有人幫忙 澳門 會不會像香港那樣 會有個粉絲團隊 都沒有的 例如大家熟悉的 例如我這樣看了很多次 看到他站在街上唱歌 買茶給他喝一下 跟他說一聲加油 因為澳門 這個地方 人們經常覺得 這裡這麼小 做很多事情都沒有發展 相對就是 你搞不到那個氣氛 或者好像我所說 政府的基金 給一些有關網絡的人 他們拿了 而這幫人 就去搞出一些事情 完全上不了大桌 例如最近很搞笑 有一個 叫做訓練一些年輕模特兒的團體 找一幫國內的小朋友 國內的人 接著去澳門 一些大型的活動 搞一個cat walk 那就拿了政府的錢 那為什麼 那這些 如果有監聽的澳門朋友 你自己反省一下 好了 那這一節 因為現在我們做多一節 我們在這裡停 但是一節停之前 我就要找數了 為什麼我講這個致詞 那個提名這麼高 但是為什麼我個人呢 我就 雖然不喜歡 但是起碼我知道他講什麼 致詞這套戲 其實應該那個劇本 那個來源 是來自一個 就是中國大陸的公安 但是那個導演 是將他移植到香港 那裡面有一些內容 我想都側過一下 但是最奇怪的這個地方 就是 至此拍的那個香港 不是香港 來的 他拍的那個地方 那個取景全都是香港 但是你感覺那個地方 完全不像香港 就是不是香港來的那些地方 那為什麼他這樣拍的呢 我想那個導演其實還有編劇 就是一個 有一個訊息在那裡 今時今日的香港 已經不是一個我們熟悉的香港 那你就解釋到 為什麼這套戲呢 就是有一種特別的一個吸引力在那裡 那這一節呢 我們講完電影 台長啊 請講 有沒有好像離譜到 被營金剛拍香港的那樣 哦 不止的 被營金剛那些我們已經做了 大哥 現在這部分 大部分都是香港演員 有些 至少兩個就是 不知道兩個 三個 三個都不是香港演員 但是都是講廣東話的 那不要緊要了 那麼我們就留下 我自己在影子情報室 我再去講講這個 這個金剛那些 那我們一直在這裡結束 我們下一節回來 下一節回來 謝謝 今天就來到火之神 阿朗哥跟燈偉煮了一一道 是不是叫台獎的牛扒 台獎西亞牛扒 我要介紹一下這個菜式有什麼特別之處 第一樣東西 單手都可以吃的 單手都可以吃這個這麼滑的牛扒 雞腿牛扒 這邊有腐蝦 還有這道菜式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沒有甜品質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麵脂肪 這道菜真是水用非常非常美味 大家看 接下來一定要點這道菜式 台蔣西冷麥克 多謝大家支持韓國 和支持梁錦晨峰和他們的節目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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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